信項資訊戰來了 歡迎趙雯 趙雯 明天就要選舉了 大家一定要記得踴躍 去行使自己的投票權 但是呢 大家一定很關心就是 投票天氣怎麼樣 還有要去哪裡玩 那要告訴大家的是呢 其實投票當地還有一些優惠 對啊 而且優惠還蠻多的 包含像是超商 他們就祭出了優惠了 這個好特別哦 是這個玉米湯雙麒麟 在選舉日這一天會買一送一 還有就是7-11 指定飯糰再加上飲料 35元起 另外如果你要去投票的話 計程車也是有優惠的哦 像是Line Taxi 他們也推出優惠了 只要你打出關鍵制投票的話 他就會再加上數位支付 就可以享用這個優惠了 但是他只限定 台中跟高雄的觀眾朋友 好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 就是在選舉日這一天啊 之前我們也有做新聞提醒 大家就說選舉有一些 妹妹嘎嘎需要注意啦 所以大家在投票的時候呢 除了這些優惠提供給大家之外 那投票這件事情呢 還是在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些比較觸法的部分 對對對 那除此之外呢 投完票之後可能很多人覺得 哇現在總算是鬆一口氣了 那投完票之後天氣上面呢 應該也還算可以 所以可以到戶外去走一走啊 畫面上看到這個是桃園仙草花節 欸蠻美的耶 好美喔 粉粉的 然後地點是在陽眉啊 然後打造是大概有五公頃 這麼大的仙草花海 所以民眾在想話的時候就說 哇真的好美 真的是有夠浪漫 但是呢我想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我們幫大家整理的就是 今天又有粉絲提供時間 每週一萬 對那粉絲提供時間來了 所以今天呢要先幫大家整理了 就是我們有粉絲瓦特 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投票日當天的天氣 也就是明天 到底明天的天氣怎麼樣 好明天天氣呢 北部東半部 依舊還是會下雨的 而且早上是有涼涼的感覺 那北部啊 東半部大概是21到25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 終於是可以看到陽光了 而且呢 溫度大概是呢 30到31度 所以說 如果你早上要出門去投票的話 北部東半部的觀眾朋友 記得戴傘啦 蛤 一定要戴傘哦 看你要戴什麼啊 穿一個那個 也可以穿雨衣是不是 也可以 但是這樣到下午之後 就可以 下午就很OK囉 就可以出去走走逛逛了 因為呢 慢慢慢慢水氣就會減少 尤其是在下半天 幾乎啊 如果是下雨的話 都是飄飄雨 其實雨是不會太大的 所以這算是一個好消息囉 那這樣到禮拜天呢 禮拜天一定要出去玩 一定要出去玩 因為天氣很好 禮拜日一直到下禮拜二啊 其實很適合外出去走走 全台灣各地都可以看到陽光 而且喔 就溫度都在30度以上 欸 剛剛講到溫度 這個有粉絲提問說 真的喔 今年是暖冬嗎 因為今年感覺到目前 好像還沒有變得很冷 這個是 要靈提問 對 他很想知道 今年剛說30度 欸 哈囉 現在幾月 還在30度 怎麼回事 是不是買了冬衣都不能穿啊 看了這美美的衣服 好像說有點惡腕耶 今年是不是暖冬呢 其實根據氣象局 今天剛好就是呢 他的冬季展望 這是他最新的資料 今天早上他就公布了這個資料 也就是說 今年依舊是反勝因的現象 好 台灣在這邊啊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溫度呢 其實是正常的 並沒有特別暖 依照過往的狀況呢 其實可能會有兩到三次的寒流來襲台 不過根據天氣風險的公司的資料 是不是暖冬這一件事 恐怕要等到冬天過完三分之二 再來判斷 所以說啊 如果現在就下評論的話 有點太早囉 可是 但是冬季現在對每個人的定義 其實也不太一樣 有些人會覺得說冬季可能是到二月 有些人會覺得冬季可能是到一月 對 所以其實也很難講吧 對啊 所以大家再等一下好嗎 雖然現在好像都有點溫暖的感覺 現在好像冬一都穿不帶到 也有一些這個粉絲私訊 說什麼時候可以換季啊 欸我跟你們說 下個禮拜三 就會有這個比較強的冷空氣 所以這就是下一個粉絲問的問題了 子陽他就提了 就說 欸這個下個禮拜三呢 是不是有入冬最強冷氣團 好 說到冷氣團 我先跟大家講 還沒有那麼冷 之前呢就有媒體資料 顯示說 好像冷氣團會來喔 溫度可能會來到14度以下 不過根據最新的資料 我看了一下 欸他是一度有點冷 但是呢 現在資料又修正回來了 強度沒有那麼強 像是呢台北側站喔 如果是下個禮拜三來講 大概是16到17度 所以還OK 有點涼涼冷冷的 但是沒有到寒冷 也不到大陸冷氣團這樣的狀態 所以請大家 先不要嚇自己 而且 下個禮拜三 還有一大段時間喔 所以說 我們還可以觀察 但其實我最喜歡這種天氣 只要不要下雨就好 我覺得涼涼的其實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可是台北很難啊 喔台北真的是很容易變得濕濕的 不過剛剛我們聽趙文說的這麼多呢 也要聽粉絲提問的這麼多 就是接下來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趙文 幫大家整理一下 到底接下來呢 會不會有一些小叮嚀 大家需要留意的 好 如果要留意的話呢 其實喔 在明天來講的話 天氣就會慢慢的減少 而且水氣慢慢的減少了 只有北部 東半部 早上的時候會下點雨 不過呢 到了這個下午的時候 尤其是中午過後 天氣慢慢的好轉了 那麼多雲 偶爾飄飄雨 那麼比較容易降雨的地方 就是北部跟東半部了 中南部地區 幾乎都是可以看到陽光的 另外現在看起來好像說雨停了 北部東半部觀眾朋友說 外出不用帶傘了 而且好像慢慢天氣恢復穩定了 先等一下 好 因為呢 今天晚上又有一波雨勢 會來到台中以北一帶 那麼禮拜日一直到下個禮拜二呢 其實喔 天氣都還蠻好的 再來看各地氣溫了 基隆台北新北陶雲跟新竹 今天高溫來到27度 那麼基隆是這樣的熱區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跟雲林 今天高溫來到29度 那麼鳥栗跟台中會有飄雨的現象 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 高溫來到32度 要留意的是日夜溫差比較大一些 宜蘭花蓮跟台東高溫來到28度 今天宜蘭一帶會有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高溫來到25度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證 我看到就會消失了 天氣 洪海蓮江 Bos 那邊還會有… 天氣 進去 改天氣 現在